大家好 星期四 今天起码是一般 也没有足母球赛 足智彩 只有几场球赛 也不要紧 照介绍三场早球赛 有兴趣便跟进 没有兴趣 也可以留下周末的赛事 按照推介 星期四第一场投关 这些叫韩籍富家赛 即是说 越早的 上来跟隔组争的星班席位 通常这些踢两回合赛事 其实都倾向买入球勢 虽然赔率低些 可掃性都大 因为第一仗都踢得稳一点 所以我今场球会选个2.5球入球勢 当然是稳固的 希望去半场比0船场 都没什么交收 甚至乎一球 真的踢成有两球 都会中 买球 都是球稳固的 买球 这些过下关的 当是中到三关 就吃饭 说回来 为什么选入球勢呢 其实半场比我还想过 不过想想想 都是不好 通常这些球 入球零力大家都不是很高 两队球 其实都可以看回 本身来说 你看现在的客队 当然不聪明 聪明就不用打附加赛 作客得球量很小 主队来说 始终都是低个组别 但是成绩也是一般的 就是说 那些不是多产的球队 看过往几季的 其实都碰过头的 除了这场球之外 有个大手交易 其实大家都是小比分多的 你看着这个数字 我觉得也很有参考性 事实上 第一仗 要做到一个大比分出来的 或者是踢成一些2比1的 其实都不是容易的 既然你说都难选的 好像这些 让球 或者叫做主客和 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买的 那你这些早球 我觉得就 平平无奇的 第一回合大家稳定一点 看看谁有没有机会 先进入球 那就第二轮踢的 那很多时候 这些叫做踢两轮赛 通常都是 确实都是入球赛的 机会偏大的 所以这场球 作为头关的选择 稳定一点 赔率低一点 不要紧 最重要是中的 好像昨天那样 赔率低就中了 我觉得今天 都是选过入球赛1.57倍 作为首关的过关选择 这场球 我们可以讲解